我是辛迪,欢迎大家继续学习辛迪讲迦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主题是创建对象数组 所谓的数组呢,在第二节欢迎进入迦瓦编程大世界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有所介绍 数组呢,就是一组类型相同的数据 这些数据类型相同的数据可以是死菌自不串 也可以是int整形或者是菠尔类型或者是其他的数据类型 那么对象数组指的这组数据类型呢 这组数据的数据类型呢,其实应该就是某个类的对象 接下来呢,我就用程序来演示一下 我们是如何创建一个对象数组的 好,我们还是用上次课的这样一个student点加瓦 来做演示哈 学生类也就意味着学生类的一个对象呢 都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学生对象哈 好,对于学生类呢 我专门写 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以及一个大参数的构造方法 当然,除此之外哈 我还可以声明一个变量 声明一个成员变量 那么在这个有参数的构造方法里面哈 好,接下来我可以在那方法中创建哈 一个student类型的这样一个数组 那么创建数组哈 还记不记得哈 一定是声明数组的呃 元素类型 比方说这一组这一组数据哈 这一个数组 它的所有的元素 每一个元素的类型呢 都是student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我在声明student类的数组的时候呢 就写上student中括号 stustudent 那么这个仅仅只是声明一个数组 还没有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数组呢 我们有几个必要的东西 第一,我要初始化一个数组的长度 到底包含几个元素 第二呢,我要初始化这个数组的每一个元素 也就是给它的每个元素复出值 那现在呢 我就来遵循这个分布走的概念 当然,声明数组和初始化可以写在一起 比方说newstudent3 看清楚了 newstudent3 再接下来 student students 中括号下标 唯一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 接下来我要初始化数组的每一个元素 因为它的每一个元素都是student类型 所以我要初始化它的每个元素也必须newstudent 只不过呢,初始化它的每一个元素我用的是小括号 而初始化数组的长度呢,用的是中括号 那初始化它的类型的时候哈 我可以传选须型的每一个元素 我可以传递一个lam进去 newstudent 好的,第三个元素就是下标为二的 是newstudent 好,wendy 好的,初始化好了这 这个student数组的每一个元素之后哈 我就可以循环打印 pump的名字 当然我这里还可以再写上一个方法 是public street get lemo return lemo 好 接下来 我在这里做一个for循环 for int i 等于0 i 小1 3 i 加加 好,since team out 点子 int ln students i 点 get lemo 好,保存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便利哈 便利student的这样一个数组元素 因为它的下标是从0到2 0到2 因为它小于3 那么获取这个students数组的 第i的元素的getlemo方法 调用它的getlemo方法 就相当于把这个lemo的值返回出来 并且打印到控制台 好,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创建students对象数组的一个全部的过程 现在呢 我们来编译一下哈 加瓦C 加瓦C student 比加瓦 好,便利通过 接下来 运行 诶,我们就直接输出了哈 这个students数组的三个元素 它们的每一个元素的名字 分别是Jack,Mary和Wendy 好,这个就是我们创建对象数组的一个简单的事例 现在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是如何创建对象数组的 如果要创建对象数组 首先要声名 因为这个数组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同一个数据类型 比方说我们这里建立了student类的一个对象数组 所以我的声名也是student类 但记住 后面跟着中括号空格 这个数组元素呢 叫做students 那初始化这个数组呢 分两步走 第一步初始化这个数组的长度哈 没有students 三 第二个 第二步初始化它的每一个元素 因为这个数组对象数组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对象 对象的初始化呢 都是new这个对象属于的这个类型 好 比方说students 林等于newstudent Jack 或者等于newstudent Mary newstudent Randy 那如果我们想要调用这个对象数组的每一个元素的方法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数组的名字 加下标 调用点 因为这个数组每一个元素都是对象 对象把点调用属于这个对象的方法 好的 这个就是对象数组 让大家看明白了吗 好 请大家下来哈 把这个代码全部敲击啊 并且运行一遍 好 本次课的内容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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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